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小蘿 今天呢 我要來介紹一款很臭的東西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是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就是 在台灣人可以接受臭肉腐的程度 但是沒有辦法接受 比臭肉腐還臭的東西 是... 嘿 這是這個酸辣粉 這酸辣粉呢 不是來自中國 這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酸辣粉 麻麻辣辣又酸酸的 大概是這樣 不然它怎麼會叫酸辣粉 這個東西是純素的 所以素食者也是可以吃的 有些呢 我們就先來拆開 看看這裡面的東西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現在才介紹這個呢 因為玉妹有一天在直播間看到 然後她有買 超商賣的話是79塊 那玉妹買的話是69塊 裡面有什麼 來 有這個 冬粉 這個東西 一顆一顆小小的 看起來很像豆皮的東西 我們就叫它豆皮吧 這個是乾燥的蔬菜 我們就叫乾燥的蔬菜 這個是美味的花生包 我們就叫它花生包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東西的一種粉 我們就叫它粉 這個...這個看起來有點像... 哦 醋包好 我們就叫它醋 嗯 好香 好酸的醋哦 好 然後這個呢就是醬料包 好 以上呢 它就會有 1 2 3 4 5 6 7 7 種東西 這我覺得跟我們的那個 泡泡麵的圓餅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們就等待5分鐘 好冷 好久哦 給你們看一下 來 紅通通通的 看不到吧 不給你們看 嘿嘿 嘿嘿 各位快看 跟你講其實我對酸辣粉那種東西 是因為很臭嘛 所以會怕 但是 我覺得好像馬來西亞的味道聞起來沒有 大陸那麼恐怖耶 我們來吃吃看 因為我不敢加烏醋 烏醋很酸 有吃辣 沒跟你們言 我好像是吃吃吃糖嘛 糖還不夠耶 再一分鐘看看 OK 我們再來吃看看 看還有沒有這麼的QQ糖 OK 試著證明 6分鐘會比較真好 反正我就覺得還不錯吃 因為沒有加這個關係 如果加這個應該我會怕 整體來說呢 一樣老樣子的不會太辣 除非你不會吃辣 你才會覺得太辣 這一次我們吃了這個酸辣粉 雖然它出了時間 有一段時間 然後 比較不一樣是產地來自馬來西亞 那其實我也蠻少接觸馬來西亞的食物 但是其實馬來西亞的食物 並不難吃 這是真的啊 整體來說的話就是 除了酸沒有以外 是因為我沒有放這個關係 但是麻跟辣的這個 接受程度 我認為是OK的 最起碼它在吃起來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芋妹是說這個 如果 可以吃酸的人 然後就可以加全部 我剛加半包進去 芋妹就覺得已經有酸了 加整包可能會太酸 所以這個酸度 其實是依一個人的喜好去決定 好 那其實今天呢 開箱就到這裡 小鈴鐵請點訂閱 大家分享 如果留言告訴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 掰掰 如果 area 我們就嘗嘗你 disorders